那就是今天聊一聊就是在韩国贸易公司上班的我 我也快上了三年多了嘛 主要讲讲在韩国贸易公司上班都是干些主要什么的内容 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做那个出口进口一些表格文件之类的特别多嘛 就是出口的话你有些证实要曝光啊 通关啊 然后一些就是那个packing list invoice 输出原产地证明啊 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听上去好像很复杂文件又特别多 我觉得一般就是新人小白 有一个比较好的前辈带你的话 带个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然后你对那个韩语的话不要 韩语的话基本上能沟通 或者是韩语那个topic水平达到六级的话 我觉得一般基本上都能很快的学会应付 但是主要它就是都是跟数据有关的嘛 就是要细心 就是因为你每天那个数据的话 你可能 如果你在那个输入各种文件表格的时候 数据可能自己都没有对上好 然后就出口报关了 然后之后客户发现这个金额跟我的 你那个报的金额不一样的话 那个就会非常麻烦 那个后期处理起来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会又会被上司一顿骂 或者是就是你那个表格要从头到尾 重新去做一遍 还你一条一条去找自己哪个货品 或者是什么货栏 就是金额写错了 所以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考验那个细心程度嘛 本身它那个工作的难度 其实并不是很大 就是因为都各种各样的数据 还有那个每一个那个产品文件的话 它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个 hs code什么代码之类的 如果你填错了 或者是遇到一些就是很 新细的一些海关审核的话 他们就会打电话来问 你这个文件上这个好像是错了 要求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后面事情会很麻烦 然后的话就是你出口货物的时候 你那些产品的话 它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 原料布料之类的吗 这块的话可能会你要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你自己所在的贸易公司 你们所需要出口的那些产品的特征 这块话可能就是你需要去学习专业的地方 如果你去的是一个那个贸易公司 主要出口的是一些机械产品的话 那你对于你们贸易公司 要出口的一些机械产品的一些特征 产品特性要非常熟悉了解 新的客户竟然咨询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老客户有疑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大部分你不仅仅是做贸易 大部分你这些问题回答 也都是要你去反复跟他们些回答去交涉 所以你对于你自己本身产品的特性性能 以及一些产品的价格 每个产品价位 而且每个客户的折扣率肯定都不一样 你要对于这些产品的特征要非常了解 因为你要不停的就是每天 我就是基本上一天到晚 就是各种马来西亚印度的一些 中国的一些客户的话 就每天不停的就是半夜 可能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客户 发过来问这东西 问那东西 然后或者是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 他们自己是老板嘛 他们不休息嘛 他们会不停的就是发来发消息 以后来问 你有些时候不急的话 你可以不会 但是大部分你看到之后 如果是客户感觉急的话 你都会要稍微去回一下 因为每天会不停的就是 回答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客户提出一些要求 以及你出口的时候 他们要求你按照他们这样的规格 去做什么表格 做什么申请资料 然后一般你如果进入贸易公司的话 大部分韩国都会 韩国公司都会让你们去 管理他们的客户嘛 就是你给了他们之后 那个产品他们后续出问题的话 他们产品如果出现要维修 或者是他们那个产品 衣服如果有破洞有漏洞的话 他们都会来找到你负责人 然后你又要去跟他们对接这块 就是后续的一些 出问题之后的一些 后续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要跟公司去传达 就起到一个communication 就是一个交涉过程 就是不停的在于公司和客户之间 去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让双方都达到满意 所以我觉得做贸易人的话 你对于那个语言的口头表达能力啊 或者是对于那个双方的一些交涉能力 或者是一些做合同的一些方面 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而且我做的那个贸易的环境的话 语言也用的比较多嘛 就是我每天基本上 韩语中文英文 基本上是三个平均都会用 因为我设计的客户里面 有用英文文的客户 也有用那个中文的客户 也有用那个韩文 韩文的话当然就是在韩国公司 你肯定都是用韩文嘛 做报告啊做什么东西啊 不停的会有一些跟老板一些报告 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出库的时候 你可能会偶尔去仓库 因为你们那些货品出口的时候 可能会去仓库要看一些什么 物品的一些东西啊 你可能要出差会比较多 就是你去看一些产品的情况 或者是跟谈一些客户的时候 就是客户偶尔会来见个面 就是你邮件或者电话讲不清楚的一些东西的话 一般客户 一般客户你偶尔经常跟客户见面的话 也会增强一些 就是公司跟客户之间的一些 那个关系的一个疏流嘛 所以的话公司会刻意的总 偶尔会去出差去见见客户 客户也会偶尔总在见你 一些应酬会比较多 针对一些小型的贸易公司的话 就如果一些公司贸易公司比较小 他们客户不是很多的话 那他们就会肯定会相应的岗位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会让你去 去开发一些新的客户 那你开发新的客户怎么开发呢 那你肯定就是像那个证券公司一样 去找了 就是你一个个去那个网上 去那个相应的你们的产品 能卖给什么样的客户 就是对你们产品可能感兴趣的潜在客户 你要去自己去 在那个工作闲宇时间自己去找 然后自己去找了之后 自己去跟他们电话连续 去介绍你们的公司 或者是去发邮件也好啊 先发邮件给他们也好啊 或者是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咨询也好啊 这个交谈商谈这块的 其实内容还蛮多的 就是对于那种性格很内向 不是很想讲话 我不是很想跟别人讲话 交流的话 那我其实做贸易还蛮不适合的 就是就是说贸易的话 你本身就是要就是communication 就是因为中间涉及到很多 就是双方可能会出现问题 纷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要去协调一下 就是双方都达到一个满意的协调 你在贸易行业摸爬滚打 时间久了之后的话 你会建议一些很大量的一些人脉 你会建议非常非常多的客户员 他们那些客户资源的话 其实对你很有帮助 你贸易这个行业本身的话 它并不是那种什么 就是技术性好像很高 说什么engineer什么 就是要做半导体验 所以就上手比较快 就是你可能到大学毕业 没有做过这一块的话 你也可能很上手 但是建议就是做贸易的话 一开始的话 最好去进一些 可能中型大型的贸易公司 如果你去很小的贸易公司的话 就像我说的 就会事情会很杂很多 就是这些所有的事情 可能都让一人来处理 不仅量不够 就是你可能客户员很少的话 公司还会让你给你背后压力 让你去找一些新的客户 这里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我手握两三个 一个大客户 就是定期他们大客户 要出库下订单 或者是大客户 那个海外门店 要做一些什么宣传的时候 我在中间做一些什么资料整理 这种时候会比较忙 但是你 但是它周期性很明显 就是你 你发完一批货之后 一阵子该回答东西 或者是该对接东西 突然间就讲清楚之后 就可能中间有一两个星期 会非常闲 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个时候的话大家就可以自己利用好时间 在公司里学习一些英语 学习一些贸易方面有关的一些英文 或者是自己可以去 那个就是默浴时间 那如果你想默浴的话 就只能自己默浴 或者是你要提升自己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些东西 希望就是对大家有帮助 贸易公司上面的话 主要干准这些事情 今天就讲到这边 拜拜 拜拜